I am a baby 接下来请收看《般若讲座》 很简单的例子 就是得到一种 这佛教里面经常说 得到一种这个蛋饼的时候 换上了这种饼的时候 因为它外面的东西 它是没有改变的 但是因为它累在 就是在身体上 就是有了一个这样子的饼 那这样子以后 它看到的东西都变了 看到的东西都是 都是不是原来的东西 就是看白色 看到这种黄色 还有另外一种饼 换上这个饼以后 白色的东西都看成 看成这个蓝色的雪山 都是看起来都是蓝色的 蓝色的雪山 不是白色的雪山 这些变化 这些变化都不是在外面 本来这种变化 它是有两种 有外在的因素 导致的变化 和内在的因素 导致的变化 但是这些都是 内在因素导致的 这些变化 那我们的这个五种感官的结构上面 有所变化的时候 所以它外面都是有变化的 所以在这个四禅八丁当中 这样 修了禅丁以后 也通过禅丁的这个力量 改变了这个人的眼根 改变了这个人的眼根 改变了人的眼根 以后把我们人的眼根提升了 升级 升到什么样的级别呢 就是升到这个天界 天界的色界的这个人 天人的这种级别 这个时候呢 它看到的东西 跟我们看到的是不一样的 我们平时我们看不见的东西 它能看得见 就是像纤维金一样的 这个很细微的东西 它能看得见 像这个 声音也就是这样子 平时我们听不见的这个声音 它听得见 这个是因为 因为这个 通过禅丁的力量 眼睛的结构 发生了改变 所以它的这个时节 也就是发生了改变 这样子的 这个是肯定的 这个肯定的 然后呢 所以啊 就是我们 起底一下的这个菩萨 起底一下的菩萨 还有就是我们普通的众神 看到的就是今天的这种 不清净的现象 那我们的这种 我们看到的这种现象 还是算比较好的 狄狱的众神 恶归道的众神 看到这个时节的时候呢 更不清净 更是不清净的 更是不清净的 然后再往上 就是比我们人类再往上 就是比较这个 这个罪业 比较清净的 就是天人 他还不是成就者 他还没有整物 但是呢 他是在六道终生当中 相对来说 这个 相对来说 这个业障 是比较 比较 比较 比较清的 没有我们这么神众 所以他看到的这个世界 跟我们的这个世界 有时有时有时不一样 他看到的 看到的水 不是水 就是干炉 然后呢 上和大敌 也不是我们现在的这样子 泥土石头 他不是这样子 这个是有改变了 这改变是什么 为什么这样子改变呢 这个是因为 因为心所造成的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 这个我们曾经也讲过 散戒终生 散戒终生 余戒 就是我们现在 现在我们是余戒 因为我们的心呢 雷星是这个 非常的这个粗糙 贪嗔痴都是很粗大的 所以我们的世界 也就是一个这样子 这个无知当中啊 最最初的无知 就是就是这个 山河大敌 这样子最初的无知 就是像我们的肉眼 都能够看得见的 这么最初的无知 然后呢 天界 天界的这个 舍界的终生 他们的这个 他们的心 相对来说 已经是很平静的 已经是非常平静的 所以他的世界 在他的世界里的这个物知呢 比我们的物知 是很细的 所谓的细是什么呢 就是像我们的肉眼 是看不见的 看不见的 我们看不见 摸不着 但是呢 他就是存在的 他就是存在的一些 存在的东西 就是一些 不可见广一样的 不可见广 也是广 也是存在的东西 但是呢 我们的眼睛 是看不见的 就是有些 很多的这个物知啊 都是像暗物质 还很多很多的 这个电磁波 之类的东西 都是物质 但是呢 因为它比较习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 直接看得见 就是这样子 无知也有这个粗席 人的终生的身体 也有这个粗席 这些粗席的 这个更远是什么呢 更远 就是因为他们的心 有这个粗和细的差别 所以就是有这样子 然后再往上 无色戒 无色戒的心 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平静了 比色戒的 这个天人的心 还平静 已经这个极端的 已经很极度的偏于 这个极经 极致的一边 所以它是这个无色戒 是没有 没有任何这个无知 它是没有无知的 至少没有余戒 这么粗大的无知 也没有色戒的 这个细微的无知 都没有 为什么没有无知 因为它的心呢 因为这个 它的心这么轻 这么这个清净 所以它的世界 也就是这样子 这个是 这两个是 两个是很有这个 有 这两个是有一定的 这个关系的 有一定的关系 很多我们看到的 很多东西啊 实际上是不是存在的 实际上就是我们自己的 我们自己造成的 这个一部分呢 现代科学也已经真实了 这一点一部分 那一部分就是这个 居士轮里面讲 这个无蕴当中的这个蛇 蛇是有两个东西组成的 一个是颜色 一个是它的这个方圆 畅断等这个形状 除了形状跟颜色 以外就没有无知了 无知就是这两个 那其中颜色 现在科学也就已经 争设了这个颜色 它是不存在的 我们认为这个颜色 红黄白绿都是存在 但是他说是这个不存在 本来是不存在 但是呢 不存在我们怎么看得到 我们看见的 有些是白色 有些黄色 有些是这样子 为什么呢 这个就是因为这个无知 它所发射出来的这个光 波段 有长有段 光的这个 这个波长是不一样 所以在这个 因为我们的人的燕镜 就能够这个辨别 这些这个波的这个长和段 所以在我们的这个 这个就是在我们这个光啊 通过我们的这个眼镜 然后这个 经过大脑 然后呢 分析了以后呢 最后就看到一个 这样子的有颜色的世界 有些动物呢 他看起来 看看这个世界的时候 因为他的眼睛呢 不能辨别这些 这个光波的这个长断 所以在他眼 他的眼里面呢 没有颜色的 他的这个眼 他为什么没有颜色 因为他的眼睛呢 他不能辨别 然后呢 这个光啊 如果再怎么样的话 再有变化的话 那我们眼睛看的时候呢 今天我们看到的人呢 不是人呢 就是每个人都是这个 就一个这个骨架 都是骨头了 都是骨骼了 不是人了 这些都是跟我们的 有这个这个 这个光照出来的 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些都是有 这两个都是有 很密切的关系 这个我们佛教里面呢 很早以前就讲了 不但是讲了 而且讲得更清楚了 更深入了 所以这个 外界 这个世界 跟我们的这个器官 干关 无众干关 是有密切的关系 我们的干关 是什么样子 外面的世界 就是这样子的 因为这两个是很有 有关系 所以 有些时候 在我们的这个 干关的结构上面 就发生了变化的时候 发生了变化的时候 外面的这些东西 它也是就会有变化的 所以像米纳日巴这样子的人 他可以传墙 然后就有些这个成就者的 这个高僧大德 他在石头上面 留下这个胶影 手影等等 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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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因为 跟这些都是有关系的 都是因为是这样子 所以 它都是有变化的 这个变化 除了这个变化以外 除了这个变化以外 在我们 像我们今天这样子的人 就是我们自己认为 我们的这个五种干关 都是正常的 在这种正常的情况下 这个理论 永远都是真理 永远都不会有什么偏差 这个叫做英明 这个叫做英明 但是呢 它是相对的 就是在一个这样子的 这群人 对这群人来说 或者是 再进一步的说的话 就是 一个终身的 这个五种干关的结构 是 是一个这样子的群体的人来说 这个逻辑是对的 它是不会有问题的 永远都不会有问题的 所以我们可以相信它 这也不排斥 这个这个这个世界里面呢 我们 也不排除 有这个逻辑的存在 有真实的存在 这是对的 这是存在的 但是这是我们呢 在这个中观里面讲的 这个这个 世俗地 在世俗地当中啊 我们的这个 五种干关 是权威的 他说有 就是有 他说没有 就是没有 他肯定了 就是对的 他否定了 就是不对的 这个是在这么一个很下载的这个范围当中啊 他是权威的 那我们一直都是跟着他走 那为什么呢 我们的日常生活呢 我们就是生活在这个非常下载的这个这个范围里 我们不需要 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呢 不需要 也就是不可能超过这个范围 在这个范围当中的还是一个一小部分 所以呢 我们的逻辑都在这个这个小范围当中 在这个小范围当中通过我们的逻辑去计算的话 算出来的结果是不会有错的 不会有错的 因为我们还没有超过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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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界限呢 在这个范围当中 我们的权威是比较有用的 比较有用的 但是呢 整体来说 或者是对 这个再深入的说的话 那就我们的感官呢 他能够能够他能够感觉到的 或者是他能够接触到的这个东西呢 实际上就是一个很小一部分 除了这个以外呢 也有很多 这个我们现在就就很多人就知道这个 所以现代科技啊 不是科技 现在科学就给我们的帮助很大 非常大 不是说我们没有这个科学的话 没有办法说话 不是这样子的 但是我们可以在任何一个时候都可以利用它 这个利用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两个都是 很多地方呢 它是两个不同的渠道 最终他们的结论 很多都是一样的 就 但是佛教呢 当然就是超越了这个科学 知学 这一切 这个时间的 这个学问 这是肯定的 但是呢 在一段时间当中啊 他们是 他们是有这个 相互之间都有可以 可以这样子解释 这个是我们的逻辑 那这个逻辑 这个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一点 为什么呢 我们不能认为 认为 赢民啊 才是前证万确的这个 这个逻辑 其实不是 那 西方政学里面讲的这些这个逻辑呢 就更不是了 那这个 这两个比较的话 那这个就是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逻辑啊 是更 更不是 它根本没有这么的这个精确度 相对 相对而言 我这个 这个赢民里面讲的是非常 非常准确的 但是呢 这个也就是 只是一个特定的范围里 才是正确 除了这个意外 没有一个正确 所以释迦牟女佛说 显宗的经典里面也说 言而逼色神 都不是这个 都不是准确的 不但是言而逼色神不是准确 而且仪式都不是准确 我们经常思维分析的 这个意识 它也是不正确的 这个今天我们 很多 因为这个 武力学发达了以后呢 我们的帮助非常大 如果它再 再这样子发展下去的话 如果再能够这样子 发展下去 以后跟我们的这观点上 又更有利了 更会有利的 这个叫做 营名 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 然后呢 比如说 营名推理的方法 是什么样子 简单的说 我们在原初 看到 这个茅盐 但是这个茅盐的地方 我们还没有看到 这个地方 有没有火 有没有燃烧的火 这个我们还没有看到 只是看到了 这个很远的地方 很远的地方 有这个烟 在茅盐 但是还没有看到 这个有火 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推理 如果你这个时候呢 已经看到了 亲眼看到了 这个地方有火的存在 那就不能这个 那就不能推理了 那闲亮的看到了 为什么还要去推理呢 这是没有必要的 如果你没有看到 这个在茅盐的话 这种情况下 也没有办法推理 这个没有办法 因为没有证据啊 没有证据 怎么样去推 没有办法推理 那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推理 怎么样推理呢 我说 就是原初茅盐的地方 常有存在 火的存在 有火 这个叫做这个立种 立种就是 这是我的观点 我像 我首先说我的观点 我的观点是什么呢 就是源出 这个茅盐的地方 是有火的存在 这个是我的观点 但是呢 我们呢 我跟其他人 我们都没有看到 火的存在 还没有看到 火 就是看到了茅盐 那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我说 因为有茅盐 因为有茅盐 那这个是我的证据 立种和证据 这个前面的是我要 这个前面的就是我的观点 后面的是我的利友 好 那这个利友存不存在 那成不成立 首先要看什么呢 首先要看 我刚才说了 在源出茅盐 首先要看是不是源出茅盐 如果没有茅盐 的话 那就这个叫做 利友不成立 利友不成立 没有茅盐 没有茅盐 利友不成立 这个叫做利友不成立 根本就 你刚才说 我的利友是什么 就是因为茅盐 但是呢 现在看起来 根本就是不是茅盐 那个就是一些 其他的东西 比如说 我们的英明里面 也讲了 在夏天呢 在这个 这个 有些 有些地方 有很蓝色的花 蓝色的花 你在很远的地方看 就是很像 在茅盐一样的 但是实际上 它不是茅盐 还有呢 无 有无的时候 也就是比较像 这个茅盐 但是不是茅盐 还有这个 蚂蚁窝 这森林里面 就是有很大的 蚂蚁窝 蚂蚁窝 因为下面有很多 蚂蚁 它空气 出来的这个 这个空气 也是很想 很想 很想这个 烟 但是它也不是烟 那你是不是这样子的 你是不是 这搞错了没有 要看清楚 如果这个不是烟 这个就是无 或者是蚂蚁窝 里面冒出来的空气 的话 那这个叫做 瘾不成立 这个根本就不是烟 这个瘾不成立 到此为止 不需要再去观察了 根本不成立 你理由根本不成立了 就不需要再去观察了 就已经可以否定了 那那个时候呢 如果理由成立了 这个的确是在冒烟 它又不是空气 又不是这个舞 又不是这种其他的这个植物 都不是真实的冒烟 那样子的话 这个理由成立了 但是呢 另外还再考虑 再考虑一个叫做 这个叫做这个同频周边 和这个异频周边 也就是说 简单的说 同频周边什么意思呢 凡是有毛眼的地方 是不是全都是 一定会有这个火的存在呢 这个叫做同频 一定会有这个 然后这个叫做这个同频 那是不是这样子 我们要去观察 那我们要去想 因为我们有没有看到过 有盐 有毛眼 但是呢 没有火 有没有看到过这样子的 就是要去看这个 就要去思考这个问题 如果 我听到过 或者是我看到过 虽然是冒烟 但是这个烟 不是来自于火 来自于其他的东西 这样子的话 那就这个是不成立的 这个不成立 虽然是油 虽然是毛眼 但是这个盐 不一定来自于火 那是什么呢 那就是其他的 什么什么东西 也可以毛眼 除了火以外 这个东西也可以毛眼 那毛眼 不一定有火的存在 他可以这么说 但是如果他从来没有看到过 这样子的 所有的这个毛眼的地方 看到的都是这个 有火 有火的存在 有火的存在 没有亲眼看到过 也没有这个亲眼 也没有这个听到过 我们大家都是公认为 公认为在这个人世界 当然我们人世界的 这个我们的知识 我们看到的 当然不是 当然是很有限 但是就我们这个 有限的这个知识当中 这个范围当中 我们大家公认 凡是有这个毛眼的地方 凡是眼毛眼的话 凡是眼都是来自于火 除了火以外 水不毛眼 石头不毛眼 泥不毛眼 风空气不毛眼 凡是毛眼的地方 就是因为是火 倒置的 大家是这样子 工人的话 那就可以这么说了 因为范围呢 范围的地方就是有火 这是工人的 那这个地方 我们虽然没有看到 是圆的地方 我们虽然没有看到 火的存在 但是呢 这是肯定的 可以这么说 同品周片 还有一个 一瓶周片 一瓶周片 什么 范围来说 范围来说 范围来说就是 那 范围是不存在火的地方 是不是 肯定不存在 也毛眼 这个叫做 一瓶 正面和这个 倒过来 倒过来 在示威的时候呢 如果我们发现的话 发现 没有火的地方 也有毛眼的话 那这个推力是不成立了 这个推力时效了 不成立了 但是从来没有看到过 或者是我们公认的 凡是没有活的存在的地方 是绝不可能 这个 范围 这个是 这个是大家公认的话 那这是已经成立了 至少就是我们人类的 这个 这个世界当中 这个说法 这个观点是成立了 我们是 没有办法去推翻 怕了 只有承认了 我只有承认 简单的说 这个就是我们的 推力的方法 这个推力的方法 就简单的说 就是这样子 还很多了 这个要 你们有兴趣 你们自己去看 银泪学 但是这个是 比较复杂的 我想你们自己看 可能是 可能是能够 能够理解一部分 但是很多都是要 还是要 要思考很多问题 以后呢 才能够 才能够懂这个 它的真正的意义 我想 这个 我们的 移民里面 这样的 移民里面 这样的这个 精确度 跟这个 跟这个 辩证法 我觉得这两个 有很大的这个差距 移民里面 这样的 这个 这个是非常 精确度非常高 就是这样子 有些时候 有漏洞 是我们干贯的漏洞 因为它的这个 所有的茅盐 就是有没有火 或者是在这个地方 有没有茅盐 最后 谁去决定呢 还是要我们的 干官 他去决定 那个地方 有没有火 我还是要通过 我的眼睛去看 有 茅盐的话 是不是一定会有火 还是要闻 我的眼睛 还是他 这些 所有的这个 信息 的这个来源 就是他 他提供的 如果他有一点点 问题的话 那我这个逻辑 全部都是 不会 不会成立的 但是他有问题 经常都有问题 这个我们是很清楚的 所以这个人世间当中 没有一个绝对的 营兵 没有一个绝对的 这个逻辑 全都是相对的 在相对的情况下 也可以起到一些作用 就我们现在的 这些这些执着 他也可以 他也可以推翻的 这个就是 简单的说 就是这样子 然后呢 那我们通过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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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理的方法 去推理 推理什么呢 推理我们今天 看到的是不准确的 推理我们今天 看到的真正的面目 是佛的坦诚 并不是我们 现在看到的 这样子 就是要推理 这个 这个非常重要的 这个思考 是很重要 我们要 要真无空心的话 也是这个思考 是最重要了 这个真无空心的 两个 就这个最关键的问题 尤其是这个 这出血之来说 最好最好的工具 是工具 就是这个英明 就是这个英明 没有工具的话 那就 我们大家都知道 做一件事情 没有这个做 没有这个工具 是做不出来的 所以 就没有这个思维的 这个方式 不懂的话 没有的话 那就真无空心很难了 这是一个 各位菩萨 阿弥陀佛 自古以来 有佛教 就有佛教的代表物 佛式 佛像 更有一种 更圆满的 叫佛陀的色力塔 菩提塔 等等的佛塔 所以 我们要发愿 在各个地方 包括 尼岛 金门 澎湖 蓝宇 甚至有沙业的地方 都应该来 这边造佛塔 有灾难的地方 曾经发过灾难的地方 我们也应该要 造佛的色力塔 佛塔 来消除 让那些灾难者 得以超度 所以希望大家 不持造塔的计划 阿弥陀佛 进除恶业的 菩提圣服 累计资粮的 立生法门 邀请您一同加入 建造佛塔计划 顾持正号 1965-8482 1965-8482 顾名中华印经协会 生命殿市高雄慈悲道场 举办弥陀宝颤记护生 恭请战持法师主法 日期 12月22号星期日 上午9点 地点 高雄慈悲道场 地址 高雄市左营区 中原路189号地下一楼 连续电话 07-556-9911 07-556-9911 但是另外一个呢 就是像禅宗啊 像密宗里面讲的那样子 就是积累了很长时间的这个质量 这个证悟空心的所有的这个条件 具备的时候呢 然后就不需要 在这种情况下 或者是这种人 他是不需要 他是不需要这个 这么多的这个 这个腿力思维 都不需要 很快就会 会成悟 成悟的 但是呢 我们当中啊 有多少个这样子的人 这就很难了 所以我们还是要学 这些这个思维的方式 是很重要的 好 那这个地方就是说 有人说 你虽然在前面呀 提到了三种理由 对有些人来说 有可能通过这种 通过这三种这个道理 就可以证悟了 可以知道 这个万法 万法 即是佛的坦证 但是呢 绝大多数的人 或者是 或者是有些人呢 他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这么一点 简单的这个道理 就这个知道 这个是佛的坦证 所以对这种人来说 还是需要有这个 真诚淫 需要真诚淫 没有真诚淫 他们是不相信的 他们不相信 一切现象是佛的坦证 这是别人提的问题 然后就说 那可以 我可以提供一个正常的淫来 再进一步的这个说明 这个问题 但是首先 他说 首先 我就用一个教证 你 我 我们两个都承认的一个教证 来说明一下这个问题 然后接着 就用这个理论来说 那这个教证是什么呢 这教证是一个先宗的经典 先宗的经典 这个叫做 指向庄严论 指挥的指 指向 向就是这个 有向无向的向 指向 指向是什么呢 指挥的 实际上这个说的就是 智慧的现象 但是不是现象的想 智慧的现象是什么呢 佛的坦证 或者是佛的这个插土 秦经的实际 是什么 是指挥的现象 所以叫做指向 指向庄严 指向庄严 这个经典叫做 指向庄严 是一种先宗的经典 这个先宗的这个经典 荣僧帮之大的 很多经典里面 都在 都在这个引用这个经典 那这个经典里面说什么呢 他说 这经典里面说 这个恒时无生的 恒时无生 即是如来 也就是说 从无始 从始众不生不灭的法 就是如来 也就是说 永远不生不灭的法 就是如来 这个意思 这个是一个机子 但是我们用我们简单的语言来说 就是这个意思 永远不生不灭的法 就是如来 这个就是如来 就是佛 不生不灭的法 就是佛 那这个就是说明 在我们看到的这些东西里面 没有一个是佛 都是有生有灭的 包括释迦牟尼佛的化身 在我们普通人看来 也是有生有灭的 所以他也不是 不是最究竟的佛 最究竟的佛是什么呢 勿生无灭 而且耶稣永远都是 勿生无灭的法 这个就是如来 这个就是佛 然后万法 万法 也就是说 一切法 就像是如来 像是如来 一切法像是如来 是什么意思呢 就算我们今天看到的 一切东西啊 表面上看 他虽然是有生有灭 但是呢 他也是像如来一样的 无生无灭的 不生不灭的 这个意思 但是呢 凡夫人执着 凡夫人一致的执着 不存在的东西 也就是说 我们凡夫人呢 今天看到的 听到的 都是不存在的东西 我们看到的 都是不存在的东西 我们看到了 不存在的东西 我们也听到了 不存在的东西 实际上 在我们的 焰耳壁色 神 所感觉到的 一切外截 都是不存在的 都是我们自己 啊 常见的 这是我们自己 这个常见的 不是 不是存在的 不是存在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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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经里面的 这四句话 就是这样子 但是这个 四句话里面 讲的啊 他是 他这个里面 讲的这个佛 是什么呢 他这是讲了 不胜不灭 就是佛 这是 滋空中观 滋空中观的佛 就是这样子的 或者是 第二章法论啊 波日波罗弥多 广的 略的 种的啊 他里面讲的 他他里面 直接给我们 描述的佛 就是这个 因为他 他还没有 讲这个如来藏啊 那没有 讲如来藏的话 那就是这个 什么是佛呢 大乘佛教 不认为 佛是有痛苦的 如果我们承认啊 由生又灭的话 凡事由生又灭 都是这个 散苦当中的 辛苦 嗯 啊 如果说佛是 盛盛灭灭的话 那就是我们就只有 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 只有承认 佛是有痛 没有原理痛苦的 所以达成佛法呀 他是不承认 佛是盛灭的 嗯 那 自控中观啊 这个是自控中观的 一个最大的 最大的这个 楼洞啊 他刚刚开始的时候 没有建立这个 如来藏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说法 到了最后的时候呢 到了最后的时候呢 啊 那我们的 现在的这个 轮回呀 啊 还有这个 嗯 一切都是通过修行 慢慢慢慢 就最后就消失了 啊 端出了 不存在了 啊 那端出了 以后呢 是什么呢 啊 以后什么都没有 啊 连佛的智慧都没有 嗯 如果这个时候说 我们说啊 原来啊 我们是凡夫的时候呢 我们的心啊 就是如来 不是这个 这个阿赖耶蛇 啊 不清净的 通过修行的方法啊 最后就是 转化为佛的这个智慧 嗯 这个是一般的这个 这个先宗里面的 比较逐流的这个观点 但是呢 啊 如果我们可以这样 转变的话 这个肯定是无常的法 永恒的东西是永远都没有办法转变的 不 也没有必要转变的 那它是不变的东西 怎么怎么去转变它呢 只要能够转变的东西都是无常的啊 都是无常的 那这样子的话 只有成 只有承认 要不就是承认佛的啊 智慧就是生生灭灭的 要不就是称为佛是没有智慧的啊 就只有只有这两条路了啊 他只有两条路 所以很多人就宣责佛是没有智慧了啊 佛是没有智慧的 这个就是子空中观的说法 这很大的漏洞了 他的很大的缺陷 那佛是没有智慧的话 佛怎么样去度化众生呢 嗯 然后就是说 佛虽然是没有中这个智慧 但是呢 佛在这个学导的时候 还没有成佛的时候呢 就是三个无数 最端页就是这个三个无数的大界当中啊 发菩提心啊 积累了那么大的这个质量啊 他的这种能量是存在的 所以我们今天谁去祈祷佛啊 谁能够得到这个佛的啊 这个加持啊 谁的这个根基成熟的时候呢 谁能够得到看到佛的现象啊 但是这个现象就是佛的化身 其实不是真正的佛 嗯 不是真正的佛 不是真正的佛 虽然是不存在佛的智慧啊 但是呢 对这个人来说呢 还是 还是真的有一个佛是一样的 他祈祷这个作用了 实际上这个有没有是一样的 他说的 但是这个是他的缺点啊 这是他的缺点 因为他不懂这个第三转法轮里面的那些了 所以他就只有这么说 没有办法了 那那进进这个讲的 这个刚才我们讲的直向庄严论里面讲的是 就是这个佛 他是他荣生伴侍的不承认这个啊 密宗里面更不承认 连三转法轮都不承认 但是呢 首先啊 就是说啊 就是你我 大家公认的这个啊 公认的这个经典当中啊 也有这个说法呀 他就是这个 有什么说法呢 一切法都是跟如来是一样的啊 这种说法是有的啊 他是首先就是这个 就首先让他理解这个说法啊 这个而已 但是他他不是他不是认为这个是最最最最最最最终的这个观点 那他上想首先啊 让他让让他理解啊 让他这个适应一下这种说法啊 这个终身祭祀佛的这种说法啊 这个你承认的这个经典里面呢 有啊 但是他后面就说 是这个我说的是 我们这里说的是发型啊 空心 但是你说的是在现象上面 你说也是亲近的 我现在要要让你证实这一点啊 这个空心上面我们是不整论 这个是我 这个他后面也说了的 这个经典里面就是 主要就是讲这个 主要讲这个啊 他这个经典的这个是什么呢 他首先是说啊 一切法都是如来 那一切法都是如来 这个是他的理总 他的观点啊 他观点是什么呢 一切现象就是如来 一切现象就是如来 那你的理由是什么呢 因为永远不生不灭 永远都是不生不灭的 这个是我的理由 永远不生不灭的话 怎么为什么是这个佛呢 因为他刚才不是说了吗 一切法都是相识如来 相如来 就是说一切要永远不生不灭的法 就是如来 就是如来 比如说像过去的佛 现在的佛 未来的佛一样 过去现在 未来的三世佛 他们都是不生不灭的吗 就是因为 因为他们都是不生不灭的 那这个一切法 他本体上面呢 表面上啊 是有生不灭 但是本体是本质上 是无生无灭的 所以他也是 佛 那这个是这个 刚才我们这种推理的方法 去推的话 这个是他的结果 再重复一遍 就是说他说 一切法即是如来 一切现象都是如来 这个是我的观点 为什么呢 你的理由是什么呢 因为不生不灭 因为永远不生不灭 这个是我的证据 那有没有 刚才我们讲的这个 同品周片 是不是凡是永远无生无灭的法 是不是都是佛呢 是 比如说过去的佛 现在的佛 未来的佛 三十佛都是 都是这个不生不灭的 这个是子控中管他承认的 这个他没有办法说 他没有办法反驳这个 这个是对的 那这个是对的的话 那就是一切法 现在 他当下就是不生不灭 他当下就是不生不灭了 那他当下不就是佛吗 他当下就不就是 这不就是如来吗 他是这样子说 那如果他当下就是如来的话 那就是有一个矛盾 那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 我们看到的这个生生灭灭 是什么呢 那就是让他说了 那就给他讲 现在这个地方呢 你也不得不承认 我们看到的这个生生灭灭 其实是不对的 除了这个生生灭灭的东西以外 你也要承认一个物质的真相 是什么 就是不生不灭了 所以就是 你就不能说 因为我看到了 所以是什么什么了 因为我看见了 这个是不清净 所以是不清净 你不能这样子说 如果你说 如果你说 因为我看见了 所以是不清净 如果你这种说法是成立的话 那因为你看见了 这个一切法都是有生有灭 所以这个是有生有灭的 那如果你承认这一点的话 那不是你我都承认的 这个经典里面 不是说一切法都永远都是 不生不灭吗 这里面就是说 他自己承认的这个经典里面 第一个就是说 一切现象是福 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看到的这个有生有灭的 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不对的 这两个承认了以后 这个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 等一下 下面我们讲 这个一切这个法都是 都是情经的时候 他又会这样子来翻驳的 但是这个时候 他不能翻驳 这些问题 他已经自己都已经承认了 刚才 这个问题上 他就已经承认了 这个这一点了 所以他自己承认 他在自己的观点上 已经承认了 那这个道理都是一样的 一个道理了 那你这个地方已经 不已经 刚才就已经承认了吗 承认了 那你这个逻辑在这个地方 如果我不能这样子用的话 那你刚才那个上面 这个直向庄严论 你结实的时候 不是这样子结什么了吗 这个时候呢 就没有办法 反 没有办法反驳了 这个没有办法反驳 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今天不需要去 给别人辩论 就是这个是我们的理由啊 你们得想想 这是我们的理由 你们不要以为 这个是什么 其他的一个 两个中排 都中间的一个 一个什么辩论了 实际不是 其实实际上 就是我们自己 这个就是我们的 观点的代表 我们不是这么认为吗 我们说 我们认为 这个世界 不可能是这个 情境的现象 不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 因为我看到了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 这个是 终生是佛呀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 这个世界是 像极乐世界呀 怎么我 怎么去相信他呢 佛先 我们终生都是 一切终生 怎么可能是 现在都是这个 佛呢 这个不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 这个就是因为 我看到的 跟你说的 这两个 有很大的冲突 所以我这样子冲突 有这样冲突的时候 我还是 站在我自己的 无中感官的这个立场 这个是我们的观点 这个不是其他的观点 在中观里面 有一个 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 诀窍 也是这个 中观里面 虽然是说 这个 小乘佛教的 这个一切又不怎么说了 然后又去推翻他 然后又说这个 进步又怎么说了 又去推翻他 又说这个 卫世宗的观点 又是什么样 又去推翻他 又中观自虚派的 这个观点是什么 又去推翻他 其实我们不能当做 这个判官者 第三者 我们在旁边看 两个人在辩论 不是这样子 这些都是 从一切又不到 这个卫世宗的 之间的 这个所有的这种观点 其实就是我们的观点 我们自己的观点 我们就有这样子的观点 所以这个 破的时候要破自己的观点 这个地方也是 这个也是 我们不能认为 这个是先宗和密宗的 这个辩论 我是旁观者 我是第三者 我要看他们两个 怎么辩论 不是这样子 这个先宗的观点 其实就是我们的观点 我们不认为 我们今天不认为 这个一切都是 佛的坦诚 如果我们认为的话 那我们早就已经有了 这个密宗的观点了 如果今天有的话 那就是我们以前 就学过一点 密宗的一些知识 所以就得来的 不是我们先天就有 先天生下来的时候 我们的观点是什么呢 就是凡夫人的这种观点 一切现象 都是不清净的 今天我们看到的 这个世界叫不清净也好 叫清净也好 反正就是这个世界 除了这个世界以外 我不认为再有一个第二个世界 这个不是我们的观点 今天我们在这里 破的要推翻的 就是这个观点 所以我们要参与这个辩论 不能当盘光者 要参与这个 那这里面就是这样子 然后他是说 他说 这个就是 这个直向庄严论 庄严谨当中 讲的是 讲的是 法心空心 这个就是佛的这个法身 这个我也承认 但是呢 你说的跟这个是不一样的 你是说 这个现象 光是从现象的角度来说 你说这个是佛的这个现象 佛的坦诚 这一点我不承认 这一点我不承认 一切法是 一切法都是空心 不生不灭的 不生不灭的 这个就是如来 就是佛 这个我也承认 但是这一点呢 还不能说明 还不能承认 还不能完全成立 你的这个 你的这个观点 为什么 你是说 你是说这个 我们看到的这个现象 现象也是佛的清净的 这个插图 那你先 跟我证明 现象也是佛的坦诚 这个 法心上面 法心就是空心了 空心上面 我们可以不需要 不需要争论 然后呢 他就是说 这个也可以证明的 这个可以证明的 这个证明的时候 怎么样去证明呢 这个证明的这个方法呢 就是有两种 两种 一个是直接 一个就是直接证明 我们的 刚才空心的一部分 就讲完了 现在不需要讲了 就是讲现象的 从现象的角度来说 直接说 这个一切现象 都是佛的这个坦诚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就是间接的讲 为什么要有一个 直接的和间接的呢 这个是为什么 这是因为有两种人 两种人 两种什么样的人呢 有些人 对这个我们现在的 我们现在我们自己看到的 这个实际的 我们看到的这个现象 有很大的执着 执着什么执着呢 就是有些人 就是非常严重的执着 就是说 我看到的才是这个 才是这个唯一的 唯一的这个真实的 真实的 我们的燕尔彼斯神 所看到的这个世界 是唯一的这个真实 再不可能有 再绝不可能有 其他的这个现象 他的这种观点呢 是这个执着 已经是非常非常严重 也是一个是这种人 那这种人的话 就是需要有一个 间接的说 首先要讲一个 一个 再讲另外一个 这样子可以 间接的告诉他 最后就说 最后就是才可以说 这个一切法 都是佛的这个现象 就是这样子 那另外一种人呢 虽然另外一种人 不是这个执着 不那么严重 他对我们的现象 不是那么这么执着 比较了解 比较了解的意思 就是说 我们今天 用我们人类的 这种这个杠冠 去截住这个世界的话 是这样子的 这个是这样子的 这个 但是呢 他是不是一个 这个前正万确的 唯一的一个真实的 这个呢 准确呢 这个就是有点不好说了 这个有点不好说 为什么不好说呢 因为就他知道一些东西了 他就知道一些 因为我们 比如说我们的感官 有所这个结构 有所改变的时候 有所变化的时候 外面的很多东西啊 也有 也有 也有这个变化了 也有变化 他就 这方面就 知道 知道的比较 他虽然是还没有知道 玩法都是佛的谈成 这些都不知道 但是呢 这种变化的可能性呢 他是比较了解了 所以他就不那么顽固了 那另外一种人呢 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的知识 他从来都没有听到过 这方面的知识 他就是认为 我们的这个眼睛啊 看到的世界 什么样子 就是什么样子 我们接触到的这个世界 是什么样子 就是什么样子 他就是这样子 他根本从来都没有想到过 我们的感官跟外面的这个世界 是有 在某种程度上面呢 有一定的 密切的这种 这个关系 所以呢 其中一个发生了 这个变化的时候呢 另外一个 他也就是随着他的变化而变 他没有这方面的知识 没有这方面的知识 没有听到过 没有学过这方面的知识 没有听说过 所以他就是一直都认为 一直都认为 这是不可能的 这不可能的 我们的眼睛呢 就是属于我们的人体的一部分 外在的这个世界呢 它就是一个客观的存在的东西 我想什么 这个是我的主观 我认为这个是外界是心 我认为外界是无知 我认为外界是这个常 或者是无常 这都是我的这个主观 这个我的主观 跟这个客观 这两个中间呢 就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这个关系 没有什么关系 这个主观 它是没有办法去改变 不可能 永远都不可能去改变 这个客观的存在的东西 这两个是没有什么关系 很多人 这个是绝大多数的人 绝大多数的人 是这样子认为的 感恩生命大菩萨 护台鸿法立正身 无量佛子发精进 广发殊胜菩提心 各位菩萨 阿弥陀佛 告诉各位一个好消息 生命电视台 已经过了七年了 今年要走路第八年了 七就是一个超越 海涛越的这些边 感谢这七年来 护持生命电视台 这些大菩萨 从开台 每个月护台 很多人去劝慕 才能够把佛陀的生命 慈悲与智慧 展现在这个世间 让每个人找到自己 找到爱 找到慈悲 感恩 所有护持生命电视台 收看生命电视台的菩萨 我们每天所做的功德 更要回向给各位 愿大家一切满怨 佛弥陀佛 话播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赴明生命文化基金会 互持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树网无量光佛叉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波罗蜜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委員 herhab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issors 主持人统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兄统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持人统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